周杰伦再出新专辑第十二章专辑 MV又有新花样 这次他请来台志园扮演宫廷里的宫宫 而周杰伦自己呢大跳嘻哈宫廷舞 他自信的说他相信这首MV一定会再掀起一股旋风 主持人在电梯口看了又看媒体大阵仗等候 等的就是他周杰伦 维持高人气 周杰伦再出第十二章新专辑 在圣诞节前一天所宣传 专程穿上喜气的红色上衣 维持每年出一张专辑的惯例 第十二章专辑预购选在12月12号 专辑名称就叫做十二星座 专辑有十二首歌 巧妙的数字设计 周杰伦另有用意 所以一路走完你陪伴歌迷 十二年了自己有没有什么样的感觉 我觉得很快 所以一直在提醒大家 所以我才会一直有数字在里面 当时要陪伴大家多少年 新MV搭上宫廷风潮 找来蔡志源饰演宫廷里的宫宫 周杰伦自己带头跳起嘻哈宫宫舞 那我觉得公公屁隆后应该会变成一股小学生的旋风 就是在早上的时候就像牛仔很忙 大家会先跳一个早超舞的感觉 对于新专辑充满信心 周杰伦许下新年新愿望 希望明年的电影演唱会都有亮眼成绩 新唐人亚特电视卢天长张元亭台湾台北报道